大家好,我是Self Point的SE,我叫Andrew,我負責的區域是香港和Macao 我今天邀請了Ben,其實是從Armedia's的consultant Ben,你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來自Armedia's的consultant,今天也很高興可以和Andrew一起見到大家 Andrew,上次我聽你提及的Iga Solution和Iga Solution 可否實際多說一些Iga Solution如何幫助我的客戶呢? 可以,其實Iga的平台和Iga Solution 聽我正在做的事相對會比較簡單或是基本 你會覺得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例如做一些帳戶的評論 你會覺得我們每天都在做一些Point solutions 但其實如果用一個這樣的方法,當然未必有一個Centralized的Point of View 其實再者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在audit或者老闆問到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問我們有沒有方法可以 generate一個table出來告訴我 其實我們怎樣,現在的用戶有什麼的帳戶,有什麼的permission 在我們的公司裏面呢? 很多時候這件事是非常複雜的 你可能要跟一些不同的部門,不同的app去取得這些資訊 尤其是最喜歡在audit進來的時候,他經常都會問的一個問題 就問 Andrew,可能阿Ben,其實我這些帳戶沒有 delete 其實是屬於哪一個的 那一讓他們找到這些帳戶的時候,其實我們要寫一些很大段的文章去做一些response 其實大家很不想看到這件事 是呀, Andrew,其實你講得很對 因為其實日一用戶提出一個request array 創造了一個帳戶給他的SSD不同的permission 但是其實這些,如果真的要寫回audit的時候 其實我要花費很多的人力物力 才可以寫回這些帳戶 甚至乎這些資料可能都不在我的手上 那我也很希望有一個tool可以幫到我在這方面的手 是呀,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客戶 其實他們都遇到一些這樣的問題,很老實 其實有些客戶甚至是一年要做一次以上的 一些extract這些informations 其實中間會有很多不同的團隊在裡面 可能有infa team, application team, security team 其實他們可能要花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 純粹在一些不同的point solution 拿回這些資料出來,去交這個reporting 老實說,其實我連一開始都沒看到 我怎樣交這個report出來 那我們怎樣準備這件事 你可以想像,如果我們根本沒有一個central platform 我們要做這件事究竟有多繁複呢? 而且很誠實,到最後 如果你真的靠一個人手的方法 去拿這些informations回來 其實那個table裡面的informations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都是 那個table裡面好像有很多IT的wordings IT的terms 但其實review的同事其實他是一個business user 他可能是一個finance的user 其實我怎樣review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只是問無所用 但其實我作為一個technical 其實我預備了這個table出來 我交給auditor 我的功課就完成了 那為什麼我還需要去想 我的auditor 或者去finance的同事 看不看得懂這個table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當然我相信作為一個security 或者作為一個負責任的IT同事 其實大家聽得我們這樣說 其實都不是想交一下功課 其實大家都想做好一點點事 從一個可能減低一個風險 減低一個漏洞 可能一些帳戶沒有delete 所以他知道出發點去出發 令到公司是真的underprotect 這裏我也要分享一點點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尤其是過去這兩年 其實很多的attacks 發生都是一些超過90%的attacks 其實發生都是關於一些identity 或者一些account 被控制了 又沒有人發現 其實他可能在這個公司裡面 都幾個月或者幾個星期 他拿了很多他需要拿的東西 然後就去做一些他需要做的attacks 他覺得價值的東西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一個數據證明 為什麼我們要一個account 或者一個identity 令到大家看得到這件事怎麼發生 然後我們才可以做一些control 才可以做到一個protection 作為一個IGA平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要 integrate很多不同的類型的applications 我們主動地和這些applications 或者平台去溝通 去拿了所有的information回來 之後我們還可以幫你加一些 我們叫做approval的workflow 令到manager可以中間 就是當一些users 他們有一些permission change的時候 其實中間我們可以有個角色 就一個manager 他做一個governance 做一個gatekeeper的角色 他幫你做個review 做一個approval 令到整件事的流程 就是我們有人看著 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是不是 再者就是 當既然我們都要有個 這樣的approval workflow 又已經有人approved了 當然這個平台應該要支撐的就是 將這個approved change 直接deploy到去的target system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 為什麼需要一個IGA的平台 其實都聽你說了很多關於IGA solution的好處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brand 你會推介給我們的客戶 去開始用IGA呢 當然啦 今天我作為Sellpoint 我們作為這個界別的領導者 當然我繼續非常強力地推薦我們用Sellpoint 因為我們在這個domain裡面 我們已經很多年了 還有我們很多的research report 我們都是一個很明顯的leader